沒有來關心的是在花蓮的美輪垃圾 由於春節之後 爆料至今還是焚燒不完 堆積也將近八公斷的垃圾沒有處理 從前上完的垃圾堆積成山 圓圓的看就像是廢品金字塔 隔著螢幕彷彿也能聞到濃濃醜味 花蓮美輪垃圾爆量堆滿 也滿少惡臭飄近附近住家住戶 多也躲不掉 這裡一共堆製了七萬八千多噸的垃圾 其中四萬公噸已經打爆 另外三萬七千多噸則堆在一旁 而且就是臭味的主要來源 而且每天還會產生六十噸左右的垃圾 春節期間更是增加到八十噸的垃圾 文化炉根本無法消化不見反正 消消化這巨量的垃圾 垃圾居然要耗時兩年以上去年底花蓮縣府委託 台年新建再生資源利用中心企劃爐 之後花蓮縣的垃圾就不需要仰賴外縣市 原本是一大福音 但最近氣溫回升再加上東北季風 把垃圾府臭味吹進民宅引發民怨 環保局強調垃圾產生量年年增加三成 實在難以消化 不過這也不能成為民眾生活在垃圾二仇委的理由 記者徐立芹花蓮總報道